我的角度 因為大家都知道我是比較偏向歐美那邊 其實在街上都會見到很多女生都沒有戴衣服 完全是他們是沒有問題 他們的男生都不會覺得是一件很大的一件事 我剛剛在日本 在日本回來 其實我在日本都會見到有些外國人 其實他們在日本都會沒有戴衣服 我自己作為女生會欣賞她的胸型很漂亮 不戴衣服也很漂亮 所以我作為女生是覺得沒有所謂 自己喜歡穿什麼就穿什麼 不需要你別人怎麼看 你不要傷害別人或者你不是太過份 其實我覺得都OK 人們經常覺得這件事好像是歪風 你覺得是不是歪風 歪風 你的想法是否是首舊 是啊 其實我覺得就真的不是歪風 因為其實在外國已經是很多人都是這樣做的 我覺得是一個很普通的事 所以不可以說是歪風的 但是我覺得有自主的權力可以自己選擇 穿不穿 我不會說一定要穿或者一定要不穿 我覺得這個是你個人選擇 真的說真的 去外國就真的穿得多一點小步 大家的目光都不會覺得這麼獵奇 或者不會覺得這麼奇異 但是在香港真的 可能穿得小步小小 你應該會感覺到 那些人是看得很明顯的 會不會不舒服的 都會有不舒服的 曾經試過挑戰這個角度 我就真的 如果冬天穿很多衣服很冷的時候 不會見到的 都有試過的 對 會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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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消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